你政府要制定我们国家追讨的总的方针 你觉得政府追讨有什么成功先例吗 有啊 就是有什么办法吗 那但是呢有几条 第一 我们说清楚历史不等于都要恢复历史的延长 我们也是在明白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 那么我们现实的解决是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呢 首先你要把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一些文物 在外国人前走了 你都查清楚 另外呢 他怎么抢走的 因为有的是现实清楚的比较好办 你比如这两年 那个什么清州的那扶手的是拿走 清清楚 是非法的 马上追回来 这个他没有话好讲 你今天打官司的话 你就得把这个经过讲清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么说政府行为的话呢 我们是集中在少数对中国特别重大意义的 特别精美的 特别有影响的文物 你集中进来追讨这些文物 还不是全面的要求把这些文物都轮回来 这也不现实 特别像埃健 那个这个私生人命像上面这胡子要回去了 对啊 这个但是埃健也没有全面的要 但是这个巴黎那个协和广场 对啊 那个方便要不回来 一方面要不回来 你全面要不可能的了 这个那也是要现实 要要回来 那么同时对其他在对方承认 或者是大家公认 这已经是人的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物也不一定都要回来 因为他在博物馆里面 他客观上也提到一个传播 比如说我家里 你我们是邻居 以前你抢你的老祖宗 抢了我的东西 那么现在你后人也承认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放一个 这咱们用 这也就是这个历史要讲清 这不等于什么 这还要从国家的利益 从国家全面来考虑 我这个有一个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感受 就说实话 有时候在法国的博物馆 是看到中国文物 是觉得吧 这是咱们的 可是你又回头 有时候看到一些纪录片 就当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自己毁掉的时候 怎么砸 什么砸了多少珍贵文物 包括甚至到现在今天的博物馆 你去看它的布展条件 它那个文物 都在仓库里摆放那个条件 你真是有时候觉得一个 一冲动 这东西是不是人家会保护得更好一点 所以说 这个我就觉得 比如具体到圆明这个事情来讲 我觉得我们好多人 现在不了解全部的历史 我曾经讲过 圆明这个古词有三层意思 我打你一个钱 三层意思 咱们先确立一个广告 好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这圆明园的三层意思 核老师就我们论书论书 第一层意思 就是英法联军 这个破坏强决 这是国词 不管是清朝皇帝有什么错 你不应该这样做 对吧 你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伤了中国人的感情 是强盗 这余果都说 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如果仅仅是 英法联军的破坏 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不要忘记 清朝政府后来还是拿了不少钱 去准备把它修复 而且里面还照样很多设事还在 还在还在用 对吧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什么呢 就自从那个包括英法联军进去以后 太监不少中国人同时去抢钱 对啊 那么以后呢 太监到卖 没错 对吧 都不断的弄 那么到了民国 清朝亡了以后 那么圆明圆的遗址成为北京 甚至促进的一个建筑材料供应地 食材 只要你有本事 我们自己也没有保护好 我刚才不是讲吗 到燕京大学的时候 就里面拿了两个华表 就放在那里了 比如说现在白海边上的 原来北平图书馆 那么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的 现在是图书馆 这里面 这里面的也是那里拿来的 对吧 给别人抢了 对啊 一般在拿那些 这个啊 什么汉白月的东西啊 海淀附近 人家这样 有的老百姓的租建的版 都是里面是拿来的 那么这个是谁的耻辱呢 对吧 如果说当时清朝亡了以后 明确的面临保护这个遗址 那好多东西都还在里面了 对对对 对吧 这里应该一个民族 应该反省 自己不争取这一点 对吧 这个历史的这个遗存 那么更容易还有 第三层意思 什么的 到了文革中间就全面的破坏了 这么多单位进座 说这个地方空着 为什么不利用啊 农民进去种田 那么都把那些这个山水都变成了稻田了 变成这个了 所以你看前几年 阎明园说要恢复的话就碰到难题的这么多单位 甚至后来还又造了鼻鼠在里面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也能怪帝国主义吗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应该讲第一次抢欠 是帝国主义被抢走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有些文物是他抢到抢了以后 各种形式先流到社会上 然后再流出去的 是 你像有的这个外国收藏家啊 真是特别痴迷 爱中国这个文物 对 而他至少他最先 他也是从中国人手里买来的 对他们来的 不是他去抢的 那你中国人卖给我的 那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把追讨是集中在少数 就是我们的确是正极缺着的 那么其他怎么办呢 并不是我们就不要回来了 我们要这个讲清历史的真心啊 要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同情支持我们 那么以前也有的 比如我们永乐大典的什么 有的回来的 那么他有正义感的人 有的呢他就会绝贞 或者呢他会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对吧 或者作为一种交换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那么还有一些文物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追讨 但大家知道是中国的文物 那么他们现在留在那里 只要他能够很好的保护 对吧 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承认这个现实 那么毕竟他在那里也是 显示你中国文化的 这个展示的风险 对吧 因为这样才是比较 还有呢我们要历史的看问题 比如现在 你比如现在你把西白石一幅画 你要拿出去就是犯法了 但当时没有界定 但是五六四年代是 这个他他商品在卖的了 那发布的人家外国人买了 对不对 我到美国去 我去教授家里面 就挂着西白石的 西白红的 黄冰红的 那他最合法买来的 那么这个在外面 你这个就良一样 还有我也是我们政府 从清大时候开始 就做礼品送给人家的 不光是做礼品 那普仪的那时候 不是老自己从土中拿出了 和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给你 不是老自然 ETF考虑球